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黄文龙 今天为大家介绍阿道夫的吹嘴的最新产品 新木水火土里面的木芯 那这个木芯呢 其实之前我们有用木头的来做过 但是木头因为它里面的毛细孔实在是太大 所以它在吹的时候 它的那个共鸣度并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选了很多的材料 所以选到了这个用电木的方式 那电木的方式它里面的毛细孔就比较小 所以吹起来的共鸣度就会比较好 那这一颗呢 电木的这颗 我们的木芯的这个吹嘴呢 上面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莲花的标志 底下会有阿道夫ADF的字样 那它是我吹过 这一辈子吹过最轻吹的一颗吹嘴 但是呢 它的音色当然不能跟我们的土芯 那个金芯水芯 或者是我们的火芯来相比 不过呢 它是一颗非常好入门的一个吹嘴 就是说你原本呢 你买乐器来 然后你送了那个胶嘴 那个4C的胶嘴 那你胶嘴要转换到 那个金属吹嘴的时候 中间会有障碍 那这一颗呢 整个的形状 其实跟金属吹嘴做的 size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它就是非常轻松好吹 当然它的音色呢 没有那么的亮 不过呢 它是一个 你想要入门到金属吹嘴里面 中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呢 它是非常非常轻吹的 也非常好表现 非常好学习 让大家能够进阶到 金属吹嘴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来示范 我们的这个木星 就是用电木来所做的 的一个小的一个示范 因为它轻轻吹就有声音了 因为它轻轻吹就有声音了 所以你并不需要花费 很大的力气来去吹它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控制的吹嘴 请不吹嘴 轻轻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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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吹嘴 轻вин个賓载 轻吹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